今天終於收工回到酒店了 最近的工作量真的是不小 大家好 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王心灵拍视频带货 周年霸总们纷纷去种草 一细节曝光背后真相 芒果台做梦都想不到被他找来凑数的王心灵 不但让浪姐三火遍全国 还成为了一栋的财神爷 在浪姐三的开场舞台上 王心灵凭借一手爱你直接打出王站 瞬间俘获无数中年霸总的芳心 纷纷化身为王心灵男孩为他助力打榜 而芒果台在看到股票暴涨后 更是连夜改剧本为他增加镜头 就连官媒也亲自刷火箭为他打榜 而被粉丝们宠上天的王心灵也没让大家失望 在刚结束的二宫表演中 王心灵再次凭借一首山海一战风神 舞台上的他彻底颠覆往日的甜美形象 和摇滚天后唐维维标起了高音 为观众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 最终王心灵丽压正秀妍夺得二宫冠军 再次冲上了热搜排行榜 而借助这波热度 王心灵也成功接到了一些产品代言 并在账号上发出视频向粉丝们分享推荐 不少粉丝都为王心灵感到高兴 表示心灵姐姐终于接到商务了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该视频发出后却遭到了不少网友的质疑 近日 王心灵在网上发布了一期带货视频 和大家分享起了一款面膜 视频发出后很多粉丝纷纷被种草 某些中年霸总们也在评论区 询问心灵姐姐男人可以孵吗 就连百度官方账号都为心灵姐姐种草 在评论区下面表示马上就孵 然而除了支持王心灵的粉丝外 评论区也出现了很多质疑的声音 有网友为他担心 心灵怎么接这些广告了 小心翻船啊 毕竟重新活起来不容易 还有网友表示 王心灵终于开始卖货了 太掉价了 其实对于这些之一倒也没什么 毕竟明星走红后为某些产品代言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不过王心灵是视频中的一个细节 却让某些网友难以接受 因为王心灵在介绍产品时 并没有把面膜敷在脸上 而是把它放在了手上 这一细节立马被某些网友抓住不放 并表示明星真的会用这种面膜吗 面膜应该敷在脸上 直接上手是不是太敷衍了 自己做代言自己都不敢用 谁还敢买 眼看心灵姐姐遭到质疑 粉丝们也纷纷站出来为她解释 原来王心灵之所以没有把面膜敷脸上 是因为她没有卸妆 而不卸妆就敷面膜对皮肤会有伤害 王心灵知道大家一直都是喜欢她的甜美形象 她只是想在镜头前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 这也是她不卸妆敷面膜的原因 对此你怎么看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